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615集 生琴 水则国度 这白小春在灵犀宗内感悟的神通 始终都没有完全显露出来过的本命之兽 在白小春融合了天人魂 形成了分身后 曾在红尘女的面前突破了以往的历次 露出了兽爪 而现在这显现出的兽爪 比之前白小春面对红尘女士还要庞大一些 其实也模糊了天意 那抬起的爪子 虽露出的依旧还是弯弯却锋利的指甲 可在这指甲下已经能看到漆黑如大地般的存在 那漆黑的大地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地面 而是白小春这本命之兽指甲下的兽长 无法想象 这兽长若是全部显露出来 会有多么的不可思议 白小春此刻的心神也一直都在震动 她的目中露出强烈的渴望 她渴望有那么一天 自己的水泽国度施展时 她的本命之兽可以完全的降临 哪怕只是将这兽长完整的降临也行啊 白小春呼吸急促一下 胸膛也有些起伏 她试着想想 若真的有一天 兽长完整的出现 那么必定可以彻底的遮盖一方的苍穹 取而代之后 随着落下 怕是就连天人 也都要在那如天崩压顶的威势中 感到绝望 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白小春满心憧憬 那抬起的兽爪指甲 猛的落下 向着白家族长那里 直接就拍了过去 气势之盛 已经隐隐的具备 如苍穹压顶般的雏形 在白家族长看去 天空已经被那五根弯曲的山峰 完全取代了 随着昏迷而来 她的目中透出绝望 她在这不甘心下 在这绝望中 在这疯狂力 不惜代价的将自己的杀手解 将全身化作的魂雾头颅 猛的抬起 向着那来临的寿爪之山 似吼挣扎 全力阻挡 轰轰之声 让这天地 仿佛在这一处 失去了一切避障 好似指胡的一样 被轻易的撕开 参叫声 凄厉至极 随着兽爪的落下 全部淹没在了 那滔天的巨象内 大地震动 许久 随着兽爪的消失 随着万丈水泽的散去 随着飞扬的 遮盖了视线的尘土 也都消散后 大地上露出了五道深深的烙印 在那正中间的烙印内 躺着一个人 嘴角带着鲜血 全身骨头 不知碎裂了多少 若非胸口还有轻微的起伏 怕是会被人认为已是尸体 正是白家族长 在白小春那前所未有的水泽国度下 这白家族长也都无法幸灭 可他毕竟是原英中期的强者 而白小春也没有成为原英修士 战力虽强 却做不到一击让其行神俱灭 不过在水泽国度如此神通之下 这白家族长已经受到了重创 严严一息 但凭着其修为 以及强悍的生命力 如今依旧还有一口气 苟延残喘中 他试图挣扎 可却悲哀的发现 自己全身骨头都碎裂了不少 已经无法动弹 眼下只能死死的盯着白小春 才效忠 那目中的恨意已经无法形容了 逆子 你有本事就杀了我 白家族长艰难的喘着粗气 怒吼的声音此刻也都微弱的很 他心中的悲愤 已经如大海一般将自己淹没 他不愿相信 眼前之人真的是白好 可他无法想象 若对方不是白好 为何家族阵法难以察觉呢 而且他了解天然老祖 从天然老祖的语气里 他能看出 哪怕天然老祖 似乎也都看不出这白好身上的端倪 难道他真的是白好 白家族长内心满是疑惑 此刻答案是什么 他已经不关注了 不管是不是 他若有可能都会毫不迟疑的将其彻底灭杀 求死 白小纯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一晃之下 他四周的四大分身化作光芒 融入他体内消失不见 白小纯 这才慢吞吞的来到白家族长身边 绕着此人走了一圈 确定了这白家族长的确是重伤无法动弹后 这才多一下身子 拍了拍白家族长的头 眼睛一瞪 恶狠狠的吓唬 老实点 你 你 白家族长睁大了眼 本就滔天的怒意 此刻都已要冲破天际了 这种行为 在他看来就是大逆不道 根本就是对自己更强烈的羞辱 那种曾经自己与对方 是天与地 而眼下却是地与天的感觉 让他气得发疯了 逆子 逆子 白家族长气急 直语暴涨 此时一口心头血喷出 竟晕了过去 我只是拍了拍啊 没用力 这白小纯有些心虚 琢磨着 这毕竟是白昊的父亲 若在水泽国度神通之下杀了也就杀了 但如今这种情况下 自己若真的杀了 似乎有些不太好 而且活着的白家族长 比死去的白家族长更有用处 于是眼珠子一转 罢了罢了 我也不是一个喜欢打打杀杀的人 这白家族长还有很多用处 拿来做护身符似乎也不错啊 白小纯想到这里 轻咳了一声 立刻双手掐举 在这白家族长身上不断乱拍 连续下了上百道劲之后 还觉得不放心 于是又取出一些丹药 给白家族长管了进去 这才安心了 先是收了白家族长的除袋 随后他找了根结实的绳子 融入法力后 使得这绳子坚韧无比 于是将这白家族长挂着 直接就拎了起来 这护身符在 我看白家人敢对我出手 白小纯得意无比 他越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聪明了 这么两千其美的事情 自己居然都能想到 可惜这老家伙 毕竟是原因中期 我的搜魂作用不大 不过 他能准确的找到我 一定是有记忆般的存在 指引 从而确定了我的方向 白小纯若有所思 想到了白家天然老祖 之前对自己的出手 他双目一闪 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 给我留下了印记的 白小纯摸了摸脸上的面具 此刻也琢磨出来了 自己这面具虽厉害 能隐藏自己面貌于气息 但对于这外来的印记 却是很难抹掉 有什么呢 我出手的话 自己都害怕 白小纯给自己鼓励打气 强忍着后盼 身体向前一步走出 直接踏上仓穷 在这前行中 他时而回头看向身后 那被自己用绳子拴着 如放风筝一般的白家族长 白昊若有灵 应该不会不乐意吧 我可是他师父 白小纯咳嗽了一声 速度加快 呼啸而去 那狂风 吹在白家族长脸上 很快他就清醒过来 看到自己的状况后 这白家族长惨然中 目中带着怨毒 向着白小纯不断的低吼诅咒 聂子 你不得好死 白小纯毫不理会 继续飞行 时间流逝 很快过去了三天 这三天里 白家族长的声音都沙哑了 可还是在不断的诅咒辱骂 到了最后 白小纯也都开始生其气来 闭嘴 你这老家伙有完没完啊 再啰嗦 我 白小纯转身怒吼 杀了我 白家族长直若网门 死死的盯着白小纯 嘶哑的咆哮着 放心 小爷我不杀你 可你若再有半个字吐出来 小爷我就拔光了你 白小纯温怒道 他这番话语说出来后 那白家族长猛的瞪大了眼 虚弱下的胸膛 却是剧烈的起伏 脸都憋红了 张了张嘴 可却不敢再说出哪怕一个字 眼前这逆子说的话 在他看来 这不是威胁 而是真的能做到 一想到 自己被拔光后吊着 他就感到极度的羞辱 这令他异常恐惧 当下 立刻让他身体不禁哆嗦了几下 一看恐吓居然有效 白小纯立刻眼睛一亮笑了起来 不怀好意的扫了扫白家族长的全身 这目光让白家族长身体颤抖的同时 怒意翻腾 可却不得不强行压下 内心的苦涩与疯狂的温怒 已经快要将自身焚烧了 只是 他不敢去挑衅了 他身为白家族长 若真的被这么做了 那么他死也就罢了 死后还会成为整个白家乃至整个巨鬼城 实力范围内的笑话 甚至传遍整个蛮花 这笑话 即便是多少年后 也依旧会被人津津乐道去嘲讽 这一幕 让白家族长头皮都要扎开了 只能咬牙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白小纯看到白家族长的样子心底软了一下 可又想到此人对白号的态度 白小纯就目中露出了寒吗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